山东是齐鲁大帝,齐国又是春秋时期的大国 江太公被封于营丘,算是齐国的开国国君 那么谁才是第一位葬在齐地的齐国国君呢? 带着这个疑问,我们今天前往青州去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 神州名胜满不营,文史古迹任远行 大家好,我是任远 现在我所处的位置是青州少庄镇 在我的背后就是齐湖公墓 他是齐国第一位葬在齐地的国君 那么他又有哪些精彩的故事? 弹幕扣六,我们准备发车 俗话说,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无奈这里没楼,只能让无人机起飞了 现场我就不给大家介绍了,也没啥好看的 最大的土堆就是齐湖公的风土 周边还有很多小坟头,是附近村民逝去之人的林地 因为视频是我年前拍摄,所以天空飘着雪花 接下来我们就聊聊齐湖公的故事 要聊齐湖公,必须提到一个人,就是齐哀公 齐哀公是齐国的第五位国君 之所以给他个哀做嗜号 是因为他被周一王给喷了 实际记载,哀公时,季侯赠之周 周喷哀公而立其地静,视为胡公 也就是因为季侯向周天子说了哀公的坏话 所以被喷了,齐哀公被周天子在大庭广众之下喷杀 作为异国之君遭遇如此横祸 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齐国作为土生土长的东夷部族 那是经常和齐国干架 周天子把江太公封于齐地 江太公殷其俗捡其礼 保留了很多本土东夷部落的风俗 并没有强行推广周礼 所以齐国发展的很快 再加上周天子的扶持 与齐国力量形成平衡 这对齐国造成了很大的威慑 到季阳侯时期 齐国已经名义上认同周天子的天下共主身份 成为周天子辖制内的诸侯国 按照李济的记载 以前诸侯朝见天子时 天子稳坐朝堂之上 可是到了周一王继位之后 居然到堂下见诸侯 意味着周天子权威的衰落 正在这个时候 季阳侯来了 季侯当时所说的话 内容已经完全不重要了 因为这对周一王来说 是一个机会 通过烹杀齐爱公 重新树立起天子的威信 在这种情况下 齐爱公成为了政治的牺牲品 齐爱公惨死周王城后 齐国的继位国君 就是齐湖公 齐爱公被烹 继国人 那是非常的得意 经常侵犯齐国的边境 因为齐湖公刚刚继位 他的政权不是那么牢固 所以在齐湖公的二年 他就把都城由盈丘 牵制了伯姑 史料中对于他迁都的年份 有记载 是齐湖公二年 但是关于他为何要迁都于伯姑 史料中我们没法考究 但是有一些专家 他给出了一些推论 就是齐湖公害怕继国的侵犯 当然也有一些人 给出了不同的观点 但是伯姑作为齐国的都城 他的时间是很短的 之所以我说时间短 是因为很快就发生了 另一件大事 齐湖公是周天子立的 这引起了公子山的不满 因为公子山和齐爱公 才是同母兄弟 同出嫡系 而湖公不是 周天子打破了周礼中 恪守的嫡长子继承制 典型的废狄立树 可以说从此 周礼就在慢慢的崩塌了 史书中说 齐湖公迁都伯姑 对齐人的震动很大 大多皆有怨言 所以公子山带着一群人 跑到伯姑 把齐湖公给杀了 公子山就这样 变为了我们熟悉的齐县公 都城又从伯姑迁到了林姿 具体林姿是不是迎丘 现在也有争议 就这样 一场草草的迁都伯姑活动 以胡公被杀的闹剧 终结了 春秋时代的政治特色 是即使有一定的矛盾和斗争 也依然会在矛盾斗争的残酷外 照上一层寒情默默的面纱 齐县公自然也不例外 在杀死了自己的哥哥 夺取国君的位置后 齐县公并没有搞 大面积的肉体摧毁 而是将齐湖公的儿子们 驱逐出了齐国 让他们自生自灭 可正是这次的一时心软 让齐湖公这些心怀怨念的儿子们 保住了性命 随时准备回到齐国复仇 只是县公和他的儿子武功 并没有给胡公儿子们机会 让齐国安安稳稳的度过了三十多年 可是当齐武功驾赫兮去 而他的儿子立功无忌继位之后 一切都发生了改变 我们从他的嗜好利来看 就知道他天生暴虐成性 当时他搅得齐国民不聊生 也正是齐国国内这样一乱 让胡公的一个儿子觅得良机 组织一帮人攻破了宫门 击杀了昏君立功 可当人们翻回头来 去迎接胡公儿子的时候 发现他已经凉透了 这胡公惨 他的儿子更惨 本来应该被捧上国君之位 奈何现在落地成河 最后立功的儿子坐上国君的位置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齐文公 这场闹剧也因齐文公 斩杀了70个带头击杀他爸的人 而结束 齐胡公是第一位齐国国君 葬在齐地的人 因为根据礼记记载 太公封于迎丘 笔籍武士 结反葬于州 也就是说 江太公 齐灵公 齐乙公 齐鬼公和齐哀公 这五世 他们都反葬于州 葬在了浩京附近 其实如果争论世系 这个胡公 也是武士 因为胡公 埃公和县公 他们属于 这个齐鬼公的儿子 都是这个齐鬼公的儿子 只不过县公和埃公 他属于同母兄弟 胡公和他们属于义母兄弟 但是 这个齐胡公 他被他的弟弟所试杀 也就没能反葬于州 所以他就变为了 自江齐开国以来 第一位葬在齐地的国君 关于其他江齐国君墓 现在能确定的 除了咱们看到的齐乎公墓外 还有齐康公和齐顶公墓 当然高清陈庄汤口遗址 有几座墓 并且出土的青铜器上 带有齐公名文 但到底是谁的墓 现在没有确定 田齐的反倒是不少 像四王种 二王种 成家沟古墓 都属于田齐 刚才我们说到齐文公上台 之后是齐成公 再之后 就是庄西小霸的齐庄公和齐西公 紧接着就是灭了继国的齐乡公 从公元前882年齐埃公被喷 到齐乡公公元前690年灭掉继国 整整192年的世仇终于爆了 无奈齐乡公与妹妹淫乱 之后被公孙无知所杀 接着拥领杀死了公孙无知 公子小白继位 就是我们熟悉的齐桓公 之后爆树牙利剑 差点杀了小白的管仲为相 自此齐国走向全面强大 成为春秋五霸中的第一霸 奈何管仲一死 齐桓公也就啥也不是了 管仲公元前645年去世 两年之后 公元前643年 大名鼎鼎的齐桓公 被饿死在了宫中 蛆虫都从屋子里爬了出来 一代霸主就此凋零 一次旅程三五故事 关于齐桓公墓 就为大家分享完毕了 那么这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有喜欢远视频的 记得点赞 关注 评论 弹幕哦 我们下个视频 再见 yeah